金正恩 他們這一家族都非常的神秘 從他的爺爺到他爸爸 一直到金正恩 但是金正恩現在當了領導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身邊的兄弟姐妹 好像都不見了 這些兄弟姐妹都到哪去了呢 這些兄弟姐妹還是因為 有這樣的一個金正恩 所以大家都默默不吭聲 還是說金正恩 害怕這些兄弟姐妹來篡位 金正恩由於他的父親 金正恩先後娶了多位的老婆 生了不同的兄弟姐妹 他有六個兄弟姐妹 有這麼多個 但是唯一他是一母所生的 這個是金正恩 各位看 各位猜猜看這個是誰 我們過去以為他是女學祖 事實上 長得不像 是他的妹妹 金正恩的妹妹喔 叫做金魯貞 那他還有兩個哥哥 一個叫做金正男 一個叫做金正哲 好 這是他在繼任大典上面 他們公開的照片 他們公開的照片 由於他跟他跟金魯貞是一母所生 所以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被一同送到了瑞士 他們在瑞士一到的讀書 然後一到的回國 然後回國以後 那個時候就發生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 是不是他為權力接班人 那第二個是他的哥哥金正哲跟金正男 應該怎麼處理 依照北韓的方式 就北朝鮮的方式 只要新主繼位 他的兄弟姐妹一律外放 從 外放 為什麼要外放 一律外放 兄弟姐妹繼位的話 那豈不是其他的 一樣做他們的事情 要當王爺嗎 不是很好嗎 但是他的傳統是說 從他祖父 金日成 金正日到金正恩 都是這樣 像金日成的兄弟姐妹 也全部外放 然而到了金正恩時代 就有點不一樣 為什麼 他任命只有26歲的金鲁正 担任組織指導部的科長 然後組織指導部 各位曉不曉得 他的權力有多大 他管五個系統 黨政軍特 還有一個 大家都忽略掉了 金银铜鐵席的金 就是指銀行的意思 黨政軍特 還有銀行 就是金融管理的 全部都要通過他 如果沒有通過他的話 那就對不起 這些職位都與你無關 所以呢 他們兩個就在搞什麼 叫做敬親政治 那從這裡 他顯示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金正恩他接班以來 他只能夠相信他的妹妹 因為畢竟女孩子不能夠擔任領導人 而這些所謂的元老重臣 都要看他們兄妹的臉色 所以金鲁貞現在他是大權在握 我再說一次 黨政軍特還包含銀行體系的管理 那其他的這些兄弟姐妹不是有六個嗎 那其他的都到哪去了呢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金正哲應該現在他還在北朝鮮 那金正男對他威脅最大的 他過去在第一次曝光是在日本 他持假護照到迪士丹热園去 那現在金正男各位曉不曉得 他常住哪裡 兩個地方 一個是澳門 一個是北京 住到大陸去 澳門跟北京 本來他的哥哥是管 北朝鮮在澳門的銀行 現在權力已經被收回來 為什麼他被收回來 你曉不曉得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像南韓 他們破獲了一個諜報組織 這個諜報組織是奉命追殺金正男 一路從奧地利殺到了澳門 除了殺到了澳門以外 各位還曉不曉得發生一件什麼事 如果各位去過澳門的話 就應該知道他在一個酒店 還有在沿海的一棟白顏色的 一排一整排的白顏色的房屋 你知道為什麼 他接受中國大陸的保護 因為中國大陸那個時候怕 北朝鮮政局有變的話 他可以回去 然而他派人追殺他 被中國大陸知道了以後 中國大陸就警告他 就是說你不准在我的國土 包含澳門 包含香港 甚至於包含北京 你把你親哥哥給幹掉 如果幹掉的話 我為你示問 所以在中國大陸的警告之下 他把他哥哥在澳門銀行的錢 全力把他給收回來 他現在住在酒店 住在北京 還有住在沿海的 就是澳門海邊的白顏色的 洋房建築裡面 接受中國大陸的保護 從金正恩我們再來看看 像金正日 等一下 他難不成是學他爸爸的 對 他的爸爸就是這樣子 他的爸爸 五歲的時候 把他三歲的弟弟給殺掉 因為他發現 金日成喜歡他 所以趁他在游泳的時候 就把他放在水池 活活給椰死 鬥爭 這兩個字眼在不管是父親 一直到現在的兒子金正恩 都是這樣的做法 但是說到鬥爭 在歌壇上面的鬥爭 也是很恐怖的 想想看 中國好聲音 這個節目 這個裡面的節目裡面 所有的歌手都是在鬥爭 但是為什麼中國好聲音 會能夠這樣子大紅大紫呢 我們休息一下 就來揭秘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